讲到了这个96万便当之谜 刚刚亮哥说是小事情 可是小事情中小事情越爆越多 就是大事 那包括了像是四叉猫流语就继续打 他还去买便当了 因为那个素食店 其实跟这个小礼便当店 就是同老板同一家 他们使用的是大按素食天地的统编章 第二小礼便当店员跟我说 他们六日不营业 但来了 许府的发票是今年1月7号 那天是星期天 所以他说该轮到许府出来解释了 好那在这个960万便当的事情 我们看到他们的发言人 民众党发言人吴于轩也被问到 他说事实证明就是一张960 一张110元 然后这两张在输入的时候 被登记成96万110元 他说发票上有很多的疑点 无法代替业者回答 我们跟赖清德总统 蔡英文前总统 或许都只是吃了便当 但后面我不了解 为什么拿到的发票是这样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我已经不忍苛责他了 我真的已经快要笑死了 因为你知道我两个也选举过了 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政治现金 你知道最好登记的一笔叫做什么吗 便当钱 为什么这个最好登记 因为其实你一天三餐 你就是叫多少那就是多少吗 通常这种东西你每天的这个数字 你不会差太多了 所以那个都是对我们来说最好登记的 所以我真的很难想像 有说什么参倍96 然后登记成110 我觉得我真的是颠覆我的认知 那连一个便当前 这个夫妻两个讲的都不一样 如果柯文哲都还认为说 这个这样的党职干部 是任的话呢 我认为柯文哲他才是真的是 是人不明 这从陈志涵就可以 去理解到整个党 现在已经从底乱到尾了 完完全全杂乱无章 从周一开始陈志涵的说法呢 就开始让这个民众党陷入更多更多的疑问 不讲还好 一讲才发现 哇塞 原来民众党从一开始暴障的时候 就已经报得不清不楚了 然后呢 报得不清不楚 现在被大家查到了 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呢 居然还没有及时的去查清楚 连讲出来的问题 被大家所质疑的问题 都是一问三不知 面对这样子账户非常非常混乱 陈志涵基本上他是不知道的 那他可能不知道是不去查清楚 然后就出来对记者乱讲话呢 还是说真的 真的是连陈志涵也查不清楚啦 那再来讲到一个比较实物面的 其实基本上这种账目在选举当中 一定会有一个 他是专门去登陆的人 尤其是面对这种总统的大选举 基本上议员跟立委选举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我们在已经讨论这几天了 民众党有说是谁吗 没有耶 不可能 我现在讲一个比较实物面的 不可能都是端木证去登陆的啦 端木证他是会计师 会计师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去审核你的账目有没有问题 盖一个章 因为我专业 所以我认定你的账目有问题 我叫你改 没问题我盖章出去就OK了 所以回过头来看 到底每天登陆这个便当多少钱 然后竞选小屋多少钱 文宣多少钱 文宣还包含了 我寄送 我影印多少钱 这一些账目他的细项是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非常的杂乱的 所以民众党当中 一定会有不只是一位来做这些 登陆账目的这一个角色 可是现在这个角色到底是谁 没有人知道 面对记者的询问的时候 陈志涵就是一问三步之外 然后抛出更多的问题 然后来模糊焦点 所以其实大家去细想 民众党其实真的只要把这个人先找出来 然后说明清楚就好了 但是这个人第一 民众党讲不出是谁 第二单据评证也拿不出来 都端木正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用逻辑 然后用这些实物的问题去细想 你就知道完完全全不可能了 其实我就拿这个社福团体来做比喻 今天大家捐给包含可能 儿童相关的这个福利利益的基金会 或者是癌症的基金会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需要帮助这些人嘛 所以当时候小草会捐给民众党的目的是什么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让新政治在台湾 可以有个成长的机会 但是到现在你这笔钱 居然乾坤大挪移 有一些挪移到了这个咖啡厅里面 是不是用在柯文哲他的这些宣传他的政治啊 然后用在柯文哲他的选举上面呢 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受伤最深最深的 我刚刚讲说了抱歉 不是民众党 而是小草 因为小草信任柯文哲 小草信任民众党 认为你可以把我所期待的新政治发扬光大 所以我才捐了这笔钱给你 5000其实还不是最大数 其实我听到最大数是5001000 小草很多的人都是大学生 对他们来说5000太多了 可能是一个月的零用钱了 那他们可以捐的就是500 500是什么 500是他们一周他们的便当钱 一周他们的物餐费 所以当时候我听到很多的大学生都说 我把这一周我的吃饭钱捐出去了 对 很多 对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500到1000 那500到这1000 小钱对他们来说不是重点 是他们对这个新政治 对柯文哲所说出来的理念 他们抱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那当这一些钱 居然不是用在 我所期待的用途的时候 可想而知小草会有多难过 所以柯文哲这两三天 你会发现他其实基本上 他对于案情 他没有去做说明 他讲的是什么 基本上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政治语言 他所发出来的这一封声明当中 他首先先跟他说 不好意思 可能对 这两三天 很多的这个支持者 对民众党有些失望 有些质疑等等的 但是我们出的问题 都不是大问题 我们没有错 我们没有围把 他在干嘛 捍卫他自己的理念 捍卫小草对他的信心 所以他才会说 这些都是乌龙 这些话其实都是讲给小草听的 但我觉得如果柯文哲 用这样子的这种政治语言 这样子的说法来捍卫自己的话 我觉得很快很快就会破功 小草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两三天 动摇遗失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 而且重点是不要挑战大家的尝试好不好 你说这个96万的便当费 路边当时是就说不要把民众东当草包 行不行啊 他说徐甫说 因为当时连续输入两笔账目 结果没有清干净 导致变成了96万0110元 那他比1.1嘛 就是110那张是112年9月7号 960那张是113年1月7号 中间没有任何一笔费用吗 否则你怎么连续输入两笔账目 而且中间隔了半年之久 1.2正常应该是key一张单据之后上传网站 然后才能够进入下一笔 每笔资料重新输的时候 表格应该都是空白的 何来没清干净 1.3整整多了90多万的支出 你们的总账没问题吗 这怎么对也对不上吧 民众党的财务部门根本废了吧 一个竞选总部不该每个月计算收入支出结余吗 你才知道剩多少钱 钱够不够用啊 选举的时候喊穷 希望大家捐钱 结果压根不在乎账面上消失了90万元 你们是不是当作全台湾都是草包呢 说到这个钱就一路被翻出来 柯文哲竞总被质疑是天价装潢 每平4.8万是天价的两倍 还有什么东西比其他候选多50倍呢 柯文哲的争议项目 也就是花了2300万采购广播 以及柯文哲竞选的时候拍了14部影片 花了千万元招酸式奥斯卡等级 还有呢包括当时的这个在台南封街造势 花掉了475万 但是民进党反濫权宣讲只花18万 那么还有就是民调的部分 刚刚特别这个亮哥提到的 他们自己做民调烧掉了1400万 那吴子佳呢他也是做民调的嘛 他惊喊纯粹是骗子灌水 所以你就看到说竞选的时候 拍了14部影片花了千万元 那我印象很深啊 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明明还一直在喊穷说没有钱下广告 可是看起来这个花钱 真的是蛮大手大脚的 那我要请教这个猴子哥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波 你说检调查什么 不管会不会查到柯文哲身上 可是目的达成啦 打人设毁观感 对绿营来讲这一局真的很补啊 问题是他人设观感不是别人打的 是他自己干的 自打自爆的 因为比如说端木正那些 按照他们讲法就是说 端木正还帮他们记账 不是只有审核还帮他们记账 那问题是你自己内部要有一本 就是才会讲你自己内部 一定有一本账啊 你不可能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内部没有一本账 只有端木正那一本 所以端木正就怎么报怎么报 跟我们的账对不起来无所谓 这怎么可能吗 因为你这边出纳 既然要出纳就要有账 比如我刚刚讲的 刚就大家讲的便当嘛 这样李文中都没事干 对啊 而且 你960加110 总共1000出头的钱 最后变成96万 你那个账怎么平的 你内部的出纳 不会觉得说 你这账到底怎么平的 平不了 对啊 你差这么多 你怎么 因为那个有可能真的是他们两个 讲了两个单据 但是也很怪 因为就是才会刚刚讲 竞选是没时间 没有时间让你出去吃饭 所以每天都统一叫便当 所以每天叫了固定的量 那你叫了固定量 那在竞选做过事就知道 你一定会跟那个公司要单据啦 就是他一定会给你单据 对 当然他有可能可以多给你 让你另外去填 但是你另外去填的话 也不会是这个数字看起来也很怪 而且你叫了基本上说那几家 你知道就那几家 他都知道说我要给你单据 他会给你多一点 但是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两笔要去填 这看起来也怪怪的 尤其是110这种金额 因为一次叫就是 譬如我一次叫就20个 或者今天有一个会 我再多叫10个 之类的 他的状况是这样 那你现在状况是说 从上到下 你从时间的14部影片 到民调到其他的东西 你不断让人家看到说 你的钱花很怪 你钱的花很怪 那所谓的 所谓有一个讲法就是 对他有一个讲法 要斗垮先斗臭 你现在状况是你自己臭掉 原本 比如说我们在讲郑文燦 郑文燦的案子 为什么一下子就爆起来 然后就完全没有反击之力 因为他原本的争议就多 所以他的东西下去 你原本的印象就长成这样 所以高宏安的事情 前前后吵了大概两年 对不对 从2022年一直吵到今年 所以那个东西反复的谈 反复的谈 大家觉得说你可能有问题 那原本大家说 今年柯文哲过身上要办他的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办 你怎么 你警察官怎么把它扣起来 因为他那时候的形象还不错 可是你现在这个状况 这样子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去做这件事情 说你柯文有什么 你包括你的那个进化层 所以真正重点在办进化层 不是 前面这个是故意性 你现在这个东西是 因为你自己抱起来 比如说我进化层 我本来需要两一年 我慢慢办慢慢办 慢慢炒那个案子 炒到的时候 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处理你 现在不用了 就我刚讲的 你端木正现在两百万 大家都也没有人坑声 他那个交保金额 非常非常高 不是正常 而且他还用电子监控 这么小的金额 你就需要做到这样 可是现在做什么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合理 你柯文哲合理 所以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你后面的速度 所以你后面你就会发现说 进化层速度也变快了 对不对 乒乒乓乓什么 加速都来了 什么当初委员会的委员 通通通通通都掉来的状况 如果没有这个事情 他可能倒得没这么快 可是有这个事情之后 这两个加持 就是说那个东西 刚刚讲的 就是我原来讲的 这件事情你不一定扯到 柯文哲有罪 可是那一件事情 你大概跑不掉 问题是你形象又坏了之后 你后面你就很难处理 就帮刷了 而且我跟你讲 等这种事情 实在听太多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装潢 贵到离谱 民调贵到离谱 那人家就会开始怀疑 有没有退佣 那退佣可能都是cash 所以没有账 可是会不会到哪一天 就有一个料被爆 就是这样 因为这实在太不合理了 我们自己都选过 民调装潢哪有这种价格 不可思议 第二小时欢迎大家持续加入大新闻大报寡 大家刚刚已经听到我们的哥哥主播在说了 就是到了这个四点钟之后 也请帮我们准时加入我们的新闻千里码 记得要一起来收看 不过呢 在已经进入到大新闻大报寡子评的同时 也帮我们先进来按个赞 打开我们的聊天室会发现 有一个置顶的投票宪政进行当中 目前线上有7765票 今天的问题简单又粗暴 叫做你觉得柯文哲到底会不会切割黄珊珊呢 不过这问题刚刚亮哥已经帮我们再去做更精确的 这个要特别写清楚就是 你觉得柯文哲会不会要黄珊珊在这个当头呢 可以辞掉不分区立委 那65%的官朋友们不看好柯文哲会护航到底 他们认为会切割黄珊珊 35%认为不会 立文姐姐很high哦 大家觉得这个真的大戏一场啊 大家都在看 那也感谢我们的官员朋友我们的抖内 这个是首手的抖内说这个下午好非常感谢 那其实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来宾真的是想把人逼死 我刚看他们在后面的时候就发现 这是一个平均升高的一个第二小时的来宾吗 太高了吧 先欢迎我们的我们的播音员 大家好 我们要站着讲话 这才能够凸显高度 大仙哥我们坐着就好 没关系 跟你一起就好 我刚刚走平均升高度很高的时候 我对他想说 我要坐整个 对就是椅子一直在往上 对对对对对对 欢迎我们的大仙哥 对对对对对 大家好 我还在想我要不要站起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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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要我们的立文委员 我是很难得有这个 是身高最矮的坐在这里 你有比我高一点吧 没有啦 就说有就好了 我帮你维持一下男性的尊严 我们练文姐现在坐在地上 练文把椅子调到最低了 我们练文小时来宾不只高 而且他们的这个评论等一下也相当高 那刚其实跟大家讲完了 有很多这个民众党在内部的一些处理上 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才讲完连便当的钱都可以出问题 甚至两笔 原本应该三位数的合起来 现在变成这样子 我们就会觉得真的假的 可是呢这柯文哲 他确实就是内外都在失火 我们要提到的 我先请委员帮我来解析的 还是金华城的案子 因为除了彭震生这个约谈以外呢 现在看起来也首度要约谈 反对委员送正卖 这个案子会不会才是柯文哲 自己最担心 最有可能会火烧到自己的一个case 实际上金华城的案子之前在碰到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的时候 没有问过他 就是台志光 金华城还有不知道北市科三个案子 他们认为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他们哪个案子最担心 金华城 他们自己讲金华城 对 因为很明显的金华城 他图立罪不一定要有金流 只要是不合理 图立到某一个业者 他就是有罪的 而金华城本身他不是都更案 结果却用了都更奖励给他20% 而且还用了自创的民意给他20% 这20%不是20万30万 这20%可能是百亿的金额 这个事情老实讲 在不合理的情况之下 给出了这么高的金额 当然警察会怀疑 包括了所有的民众都会怀疑 甚至连民主党内部的人 都很怀疑这个事情 柯文哲能不能够安然的度过 而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会有 法律的责任上 尤其是彭正生的作词 那个出庭的作证 对柯文哲感觉很不利 大家知道郑文燦进去 检调谈了多久 八个多小时 这一次不管是端木正 李文娟等等进去 谈了多久 都是从早上谈到晚上 但是彭正生进去检调乐团 大家知道多久就出来了吗 两个多小时就出来了 你知道大家光key in 你讲什么话 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对 没错没错 对 一个字一个字打 这字有没有打错 慢慢一个字一个字key in 扣掉这个时间 真正讲话的时间 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那彭正生讲了什么 可以那么快出来 原则上我估计 都是柯文哲市长交办的 所有的问题就用这样回答 所以当副市长 彭正生这样讲之后 最后要负起的责任是谁 当然是柯文哲市长 那知道彭正生这么快出来了 要么一个他可能是 转做污点证人 要么第二个就是已经全盘拖出 不需要他来讲什么了 所以副市长 他并没有任何的交保金 他单纯的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而已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重点 全部会回到柯文哲身上 甚至是黄335 个人认为也跑不掉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看到 不管端木正李文娟 还有他那个木可公关的 这个会计何爱婷 他们现在是因为伪造文书 被要求支付50到150万 他不等的保释金 但这只是第一步骤前夕 因为我个人认为 现在柯文哲碰到的问题 已经不再只是做假账 他是连发票跟收据 可能都是假的 当大家知道 发票收据是假的情况之下 第二阶段真的重头戏就出来了 是金流到哪里去了 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这么大笔的金额 你说真的凭空消失吗 我非常的怀疑 柯文哲包括黄珊珊 包括民众党高层 有没有拿到这些 所谓的回扣退佣 这个才是接下来检调会查的重点 所以柯文哲现在状况非常的多 包括他的这个法律案件 这个金华城的问题 而现在他的这个政治现金案 我个人认为 因为毕竟还没有任何判刑的结果 他处于在民生生育的受损 可是当这种双重的夹击之下 如果柯文哲倒了 民众党还剩什么 当柯文哲倒了 黄珊珊还剩什么 所以一开始节目 我们不是问啊 柯文哲会不会要求 黄珊珊希望他下台辞职 这不是重点 柯文哲还在不在这位置 都不一定 柯文哲有什么资格去逼迫 黄珊珊要不要下台辞职呢 因为如果当之后检调 如果真的请了黄珊珊 甚至柯文哲来做调查 而他们是有钱交报的 老实讲 民众党你还有脸 去做当党主席 你还有脸 去当他不分区立委嘛 所以我觉得 随着这个案件越来越夸张 大家讲到非常多 那个金额乱报嘛 难怪民众党这么穷嘛 因为花钱是别人好几倍啊 不手朗乱花钱啊 当这个状况 如果越来越放大 被大家看到更多的细节 而检调也出手的时候 只要柯文哲跟黄珊珊 还一众高层被怀疑 有胜入不法的情况 里面可能不只是误报 漏报福报 可能是有掏空 可能是有洗钱 可能是有贪污 而接下来 不要说黄珊珊要不要此立法委员了 柯文哲能不能够继续 待在民众党当党主席 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尤其是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可能还有公务人员 正在不时等等的情况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老实讲我觉得唏嘘啊 民众党一路以来 他们主打的是什么 清廉干净 但很明显的 经过这次总统大选 让民众看到了 他们既不清廉也不干净 那最后他还能给民众 什么样的东西 我真的是在看啦 也希望柯文哲包括了 民众党所有的高层 都能够拿出最正式 而且最诚恳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事情 而不要只会开一些 很好笑的记者会 不要只会把责任 通常都推给会计师 不要只会出来都骂心骂 以下骂李文忠 以下骂端步证 但是柯文哲自己本身 也有没有认错 黄珊珊自己本人有没有认错 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让民众失望 而且是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董内 这Cynthia的董内 提醒说明天晚上9点钟 高级三新闻台看起来 对我们刚好也是问柯文哲的这一题 感谢兽先生的董内 他说这个柯文哲算什么 珊珊是有曙光的 所以他才不会怕呢 大仙哥请教一下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 吴董吴子佳他也提到 他认为不排除彭正生 在和柯文哲开会的时候 可能有录音 因为他认为彭正生这个人 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那柯文哲也许有很多的秘密会议 都是找这彭正生私下开的 如果今天北检没有拿到 彭正生可以让柯文这一腔毙命的东西 恐怕不会那么轻松的离开北检 他扮演的角色是北检的诱饵 让他周边很多人跟他联络 他们就可以搜集更多的证据 这也是我们刚刚上一张 其实上个小时在讨论端木正 他为什么呢 昨天他可以降薄 就从原本200万脚薄 变100万 那恐怕检掉根本本本来 就不是真的想抓他 他是不是同样也跟我们现在提到 彭正生一样都是诱饵呢 是我想刚才博弈提到 就金华城这个案子 其实有这样的传言 已经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 其实博弈在市议会 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说 当时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的放宽 就算到郝龙斌市长任内 他都不管不敢放宽到这么多 大概就是对就300多 大概放宽到500多而已 然后到了这个柯文哲任内的时候 居然能够放宽到800多 这真的就是跌破大家的眼镜了 就是同样的这个都市审计的 这些专家学者们 那么为什么忽然之间 他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容积率的放宽 所以当时外界就有非常多的传言 那么博弈刚才也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图利罪不需要查金流 就不管这个金华城的背后的这个大老板 有没有送钱给柯文哲 这已经是不重要的 重要就是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 图利罪的规定就是 你只要有图利特定厂商明显的行为 你就犯了图利罪 而图利罪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它几乎等于贪污罪是一样的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所以如果一旦柯文哲犯了图利罪 那恐怕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什么这个怎么竞选经费申报 不是这种小儿科的事情了 因为坦白讲如果比起图利罪来说 这已经算是小儿科了 你说什么伪造文书 这个东西都不是这么严重了 那么当然你还更不要提到说 你金华城案子之后 还有士林科跟内湖科的 这个士林科跟内湖科 这两块土地的争议 所以其实现在柯文哲 的确是面临到了很大的这个问题跟难题了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彭震申 其实任何担任县市长的副手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个隐忧 隐忧什么呢 就是会不会有可能 我的主官不敢签的案子 最后叫我来签了 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是过去各部会 或者很多地方政府都曾经发生过 就是我明明这个案子我认为有问题 可是我做主官的 我忽然请假了 我不签了 我叫副手代签了 代为决行 最后这个章盖下去是谁 谁就负最后的责任 那所以其实彭震申不是简单的人物 那么我相信彭震申 必然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他也应该清楚的了解到 这个案子有很多的争议 那更不要提到有这么多的 这个都市计划审议委员 是反对的态度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会顺利的通过 必然是他背后有其他更大的压力存在 那到底是谁给他压力 彭震申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当然会寻求自保 那这些自保的方法是什么 也许会留下文件 也许会留下录音档 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就过去我曾经看过很多 地方政府的一些案子 这些承办人员为了要 这个避免最后变成替罪羔羊 哪怕他的主官是用一个memo紙 贴下来的公文 他都会要把这个memo紙 去印一张起来做自保的 所以一旦如果出事了 就拿出来说你看 是长官有贴一张memo紙 这memo紙后来被撕掉了 那么所以其实彭震申在这一次 当他进去检骄单位的时候 外界就在看他到底进去多久 那么以他的角色 他如果这么严重的涉入这个案子 而且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理论上来说他至少要进去了 这个七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看到彭震申 很快的就出来了 所以当时当彭震申离开地检署的时候 其实我们周遭很多 闲手检骄单位的这些朋友就说 彭震申一定转做污点证人 认罪啦 对 他当时一定认了 就是他愿意配合 那么只要你愿意配合 你只要转做污点证人 其实我相信彭震申也很清楚 检骄单位的目标并不是他 但是如果彭震申死咬的不松口 彭震申极有可能被积压 过去这种案子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是该当这个 检骄希望你转到污点证人 你不愿意转到污点证人 检骄单位就积压了你 压了你继续给你施加压力 希望你能够把案情供出来 所以如果最坏的情况 是彭震申真的当了污点证人 而他手上真的留下了 什么样的证据 那么这个局势对柯文哲 就更为不利了 那我一直不断地强调 就是说民众党犯下了 这么多低级的错误 然后一路走到今天 那的确有很多事情 是让大家失望的 但是你累积了这么多财 累积了这么多这个资料 然后让民进党在这一次猎杀你 这民众党自己 实在是太过于大意 而且是太过于糊涂了 那么一旦民众党的柯文哲出事了 那么当然接下来 整个民众党就要面临 分崩离析的命运了 对 没错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就是彭震申到底有没有 偷露于柯文哲 关于金华城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不一定会有 但是我个人相信 彭震申跟柯文哲 一定有私下的会议 或者是秘密会议 这才是让彭震申 为什么敢去督委会 开金华城的案子的原因 因为最后的结果 不是彭震申盖章 是柯文哲盖章 彭震申只是代表柯文哲 去到现场表达了 对于金华城 想要增加那20%的融金奖励 同意的态度 那彭震申敢去现场代表 这个他同意态度 不会是他同意 一定是柯文哲同意 他才敢去做嘛 市长受益 对嘛 如果是市长没有受益 一般的状况一定是 看到这么大案子 就算是副市长来 他一定会说 他会拿回去做决心 或拿回去做演绎 他不可能现场跟你说 好我接受了就做法 一定是上面有受益 他才来敢做这个表态 而柯文哲我相信 一定也承诺他了 最后的时候 会由柯文哲来做最后的盖章 而不是彭震申盖最后的章 所以真的发生问题完之后 柯文哲还是要负责任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承诺 我相信啊 有这个承诺 所以彭震申才敢带着柯文哲 去做一个宣传 同意的这个方式 然后参与这个会议 但真的如果最后出事情了 彭震申态度 我觉得很明显的嘛 他就是跟大家讲 这是市长跟我讲的 我来而已 而且你要藏到后来 真的要负责的是谁 我觉得柯文哲绝对跑不掉 金华成案当然让子弹再飞一下 还有后细可以再看 不过呢我们拉回来 继续讲政治现金的这个疑云 因为今天其实有一些社论 写的相当好啊 叫做当你阿伯在大战会计师的时候 你恐怕真正更需要的是魔术师 包含了像是你拖了三天才有动作 那你的危机处理就堪称是恐龙等级 尤其你的鸣枪一朵案件难防 政治战真的都比法律战的杀伤力 来得更严重 那为什么你更需要一位顶尖的魔术师呢 如果你不能把问题给变不见 至少可以先让自己暂时身影 不过柯文哲本身没身影 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谈到的 陈佩奇想身影 身影不了又失言等等都会讲 但真正党内更希望他身影 或可以切割掉了 还是回到了黄珊珊的话题了 利文姐今天柯文哲被问到说 党内实在有太多声音在逼宫 说要黄珊珊来辞不分去立委 从前一天的发言人无疑宣布 自可否没有否认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今天柯文哲只说 这还要内部讨论啊 混乱的时候就不要再添乱了 先稳住正脚 然后把事情先解决 这种处分的事摆后面再来处理 大家对于这些话 就突然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有人说确实开始要展开内部讨论 当然也有人说没有啦 看起来还是坚定要挺黄珊珊 但昨天呢前立委陈婉慧 我们的民众党老实数 在第一时间落泪时 他也提到 他对于李文宗跟黄珊珊的话 非常不认同 两个人都在进总担任要职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这些是18万笔的募款 都是小草一笔一笔捐的 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呢 利文姐 从柯文哲的这番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 那我并不认为柯文哲这时候 他已经决定要处理黄珊珊 壮事断丸 所以我看到民调 大家居然有高达六成的觉得 柯文哲会逼黄珊珊此不分区 我认为这可能是大家的民意 觉得应该这么做 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柯文哲完全看不出有迹象 甚至于有能力在这个时候去处理这一大堆的危机跟烂摊子 你看到柯文哲到目前 我看起来他就是六神无主了 他完全失去了危机处理的能力 在这个时刻就如同刚刚联合报说的 他连神隐都不神隐 这一件事情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跟他的太太 已经不是说你抓个头说爱幽 或是那也阿内可以解决都不是这样了 然后你看他对媒体的追问都 第一个六神无主 第二个答非所问 第三个媒体问他的每一个问题 他说这都不是现在最紧急的事情 那什么是现在最紧急的事情 那你到底在这里干嘛呢 所以我才会说他已经是完全六神无主了 然后你看他从整个竞选总部的仗 你就可以知道柯文哲是一个毫无管理能力的人 那今天他百分之两百的信任黄珊珊 把整个竞选总部交给黄珊珊的结果跟下场就是如此 连记者问他说你说你是人不明 指的是端木正还是李文宗还是黄珊珊 他都回答不出来 我告诉你三个都是啦 那里面最不该负责任的其实就是端木正 那他把所有的责任甩锅给端木正 没有人看得下去更是无法接受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 这个货惹出来的是谁是黄珊珊 最该负责的是谁是黄珊珊 结果那一天去查账的居然没有黄珊珊 只有陈志涵跟周渝修而已不是吗 陈志涵什么都不懂 他看得懂账吗 他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 他根本你看他的谈话你就知道 他根本不懂这件事情 他去的时候心里面 已经有黄珊珊交代的剧本了 所以他现在说你看我当时 跟端木正之间的对话 他拿这个做证据说 这就是端木正的责任 他当时承认的为什么事后反悔 端木正哪里有承认啊 自行调节怎么会是 违法的证词呢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 每一个会计师都在帮你做合法的调节 这就是你请会计师来做的功能 他居然把这个说会计师做假账 他连这个都听不懂啊 他还把这个说是端木正承认了 然后他里面你看他所有的说法 我认为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准备了 他的危机处理就是要甩锅给端木正 那是谁教他这么做的 就是黄珊珊 所以这件事情的危机处理方式 黄珊珊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了 所有的甩锅给端木正 然后其他人通通都想要脱身 第一个黄珊珊这叫做愚蠢 第二个那你选举选过这么多次 你这个律师也都白当了 这么简单啊 但问题是你看民众党上上下下 所有的人就按照黄珊珊的剧本演出 这才是最离谱的 柯文哲自己脑袋已经一片浆糊 毫无处理的能力 人家叫他做什么 他就在旁边乖乖的背书 毫无处理的能力 然后呢全部的人帮黄珊珊背书 连黄国昌都帮黄珊背书 这才离谱黄国昌是以抓弊案 文明的犀利律师 他本来还要当法务部长的 那现在变成天真无邪小白兔 然后这样的说辞 他还落泪哽咽真情相待的 想要挽回这场危机 民众党里头没人啊 没有人能够像一个成熟的大人 在这个时刻稳住军心 有啦不在精神而已啦 不在精神里面 你就讲到重点了嘛 那你看陈婉惠 陈婉惠其实我并不认识她 但是自从她当立法委员之后 我还蛮欣赏她的 那你看她的作风 她讲的哪一个话不是正确的 那蔡碧如呢 今天如果蔡碧如在的话 她就会逼黄珊珊此部分区了啦 这也是为什么蔡碧如被逗走的原因啦 不是吗 没有人要当坏人嘛 对不对 问题是你们这样搞 就把民众党整个党给拖垮啦 但问题是今天柯文哲她为什么六神无主 她为什么优柔寡断 她为什么到今天不知所措 因为她不是这么单纯的局外人 还有刚刚大家讨论的精华成案等着她嘛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啦 你们这些拿着高道德标准的人都很瞧不起国民党 当年马英九被特别费起诉的时候 她就立马辞了党主席 那这是国民党的标准 那请问如果柯文哲不要说定验了 她被起诉的时候她要不要辞党主席 现在已经不是黄珊珊辞不辞不分区 可以我刚刚说的壮士断碗可以止血切割的而已了 今天如果她有很大的决心 她没有卷入这件事情 一时不察 整个账如此一笔烂账 她可以切割李文忠 她也可以切割黄珊珊 这样的一个危机要度过 就算她错失了前面几天的黄金时间 她现在醒过来好好处理都不算什么 对这个党而言没有哪一个党说非谁不可的啦 谁没有了黄珊珊不在了 柯文哲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 就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了 有这么严重吗 那你这有问题啊 你们两个关系对不对 所以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今天连柯文哲自己 都面临很严重的问题 那她如果被起诉她要不要辞党主席 那如果柯文哲也出问题 现在黄珊珊也出问题 那民众党里头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把黄国昌举出来的原因 就在于说黄国昌现在是民众党的另外一个政治明星 他自己他现在要好好冷静一下思考一下 他们党的未来 他接下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要怎么处理这个烂摊子 还是陪着他们一起沉下去 也不是第一次啦 对所以 黄珊珊也老经验了 对 所以好那这个主持人讲这个话呢也是 这个一语道破 所以 你回首回首的话 非律的政党里面大概几乎都带过了 对对对 你回首会回首 对对对对对 所以嘛那你就看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那柯文哲我说实在的 今天因为我也看到他太太的那个画面 你真的是这是这情何以堪啊 那这也是柯文哲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不应该家族政治牵扯的这么深 整个过程包括他太太从他妈妈的角色 就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我做政治几十年啊 我还没有看过有哪个政治人物大大小小的事情 是看妈妈听妈妈的 母姐会 对 你有看过这种事吗 可以妈保 不是 你柯妈可以关心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只关心啊 他是介入整个民众党内部的事物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不只要讨好柯文哲 你还要讨好柯妈 否则你在民众党里头混不下去 这是不是很离谱 然后你看看他太太 根本完全没有政治的分寸 才会闹一个这么大的问题 把他的儿子也抓出来当人头 这还能看吗 你今天我们 这些人期待的所谓白色的力量 就是不要有老政治的包袱跟习气 那你这种家族政治 你这种他妹妹要选举 民众党不能提名 结果呢有提名跟没提名 结果不是都是实质是一样的吗 他妹妹要选就全党上下 柯家全党上下去挺 你这个算什么 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你就说不清了 然后你现在 你所带进来这个亲信 把党的官服跟党的账 全部交给了黄珊珊跟李文忠 两个人把你搞成这样 你不能够现在还两手摊的说 现在最紧急的事情不是这个 那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啦 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要处理啊 你要醒醒吧 结果呢 属中无大将嘛 柯文哲旁边根本没有人 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 整个党内莫衷一世荒成一团 然后呢听谁的 听黄珊珊的 这到底是抢几体油丹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柯卉保湿舒缓凝胶 它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柯卉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